先接登加楼 雅姆到刮拉登加楼的第二东海岸大道 将在下个月征收过路费的消息甚嚣尘上 登加楼行政议员罗斯里奥曼今天出面辟谣 宣称一切以工程部的决定和宣布为准 如果工程部获得内阁同意征收过路费 当局将会对晚宣布 文西里奥曼指出第二东海岸大道的维修工程将分阶段进行 他强调当局将会致力解决篱笔损毁 野生动物入侵等等问题 保障大道使用者的安全